海绵宝宝身体内有多少水 海绵宝宝到底多能吸水 我很好奇 安牙友的朋友就要说了 海绵宝宝在海里已经吸满水了呀 它还能吸多少水 实际上就算在海里 海绵宝宝体内还有很多空间 轮胎能给海绵宝宝充气 打喷嚏也打不出来 也能说明里面可以储存空气 这打喷嚏还能打成个球啊 打烧了个球啊 存了气之后还能放出来 合着每个洞洞都有空气开关是吧 能吸水 吸红酒 吸油漆 吸泡泡这种液体也就算了 大家都能理解 还能吸吸黄宝肉饼 吸垃圾这是闹哪样啊 好吧总之就是非常能吸 我直接找到吸到最猛的两回 第一回海绵宝宝当救生员 为什么鱼在海里的河里会喊救命啊呗 哎等等 为什么海里会有条河啊 是河里吗 然后虾锅自游泳还争取救了 关键是海绵宝宝不会游泳啊 但是派达心溺水了 为了救人他把整条河都吸干了 好家伙 用派达心身高做参考 吸满水之后的海绵宝宝高达1.4米 巧兰也一样 我直接搞了一个3D模型出来 把高度按照1.4米等比放大 体积830624.37立方厘米 当然这些不全是水 还包含海绵宝宝的海绵组织 自然状态下的海绵宝宝身体已经存了很多水了 所以派达心可以直接把它拧干了 接水喝 大哭之后身体直接被掏空 被各种东西压了也能直接压扁 两个画面压扁之后的厚度都是3.5毫米 压缩后的体积为15.52立方厘米 刚才算了吸水之后的总体积 减去压扁之后的海绵杆 在减去肚子里的派达心 吸水量就出来了 海绵宝宝的吸水量是830337.27立方厘米 还记得刚才说的吸得最猛的有两回吧 第二回是吸了俄罗的粘液 此时高度1.86米 顺便提一下3D速物直径3.67米 3D建模之后等比放大 按照刚才的方法再算一遍 吸水量这次是171万8106.85立方厘米 这次吸的就有点猛了 吸了1.72个地方 这可是身高只有10厘米多的小海绵啊 吸水质量比上海绵干重就是吸水率了 海绵宝宝体重是一样的 28.35克 吃重不可能是28.35克这么少 那价照上肯定写的是干重了 那么海绵宝宝的吸水率能干到6万倍 这个数字还不够直观 我手上的坚然海绵和洗碗海绵能否与之一战 尽管动画多致名是海绵宝宝 就是块洗碗拉布 经常拿来插各种东西 贴上绿面你看是不是和习惯海绵一模一样 但海绵宝宝还真有爸妈 海绵妈妈在怀孕的时候肚子都是常方形 小海绵透过肚气眼第一次看到蟹宝王 美味蟹吧 嗯嗯嗯 嗯嗯 嗯 好吃 困 这些似乎又表明它是天然动物海绵 我把天然海绵吸水前后进行称重 做擦后吸水量为265.44克 为了严谨又用体积测了一遍 吸满水之后水少了276.19毫升 考虑到误差把两者球平均值就是吸水量了 天然海绵干重15.18克 吸水率大约18倍 再把吸完海绵也这样来一遍 吸水率大约19倍 现在你知道海绵宝宝到底有多吸水了吧 海绵宝宝的吸水率直接比三次元的海绵多了三个数量级 三次元的海绵吸水率大约20倍左右 二次元的海绵宝宝吸水率直接6万倍 把海绵宝宝放到三次元里面 这样的桶状水一次性能吸90桶 这还是块海绵吗 人家水盾是往外喷水 你在这反向水盾是吧 什么时候才能在三次元里面见到这样的海绵啊 要不领上去 让观众老爷们都看看